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把這個成績多重 ABCD再加上顏色的輸出 那我大概想到比較常用的就是這幾個 就是A的部分把顏色變成藍色 那其實就剛剛講過啦 Fone Color Fone.color等於RGB 那就00 Dot.b的話就255啦 OK就是 藍色的 那第二個的話 B的部分我希望 不要改字顏色 因為字顏色蠻常用的 另外一個做法是把底色有沒有 有點像這個油漆桶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黃色 底色怎麼改黃的 第三種就是 框框 我希望把這個儲存格框框 畫一個紅色的框框給我 紅色框框怎麼畫 第四個是把字的底色 把字的那個粗體字有沒有 有點像這邊有一個b 有沒有 把它加粗體 大概是這樣 另外的話也把它改回來 因為加了之後 如果你用這個清除 這個清除剛剛只有寫字的顏色 那 框線跟粗細跟底色 也不行 所以你變成要 怎麼加就要 另外一種方式把它拿掉 你不能每個都 用同樣的方法 沒辦法 所以這邊有一個叫格式清除 那如何做 首先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把它清除 第一個的話呢 一樣 我們 拿剛剛的這個 這個這個來看 改 那改的方法的話 大概說明一下 我是直接拿 上面這一段程式把它複製 貼下來 改 多兩個字 叫層積多重格式 那底下的話呢 就是分別 這個 這個 在哪裡呢 輸出A的部分 把它加個藍色 藍色應該比較簡單 藍色就剛剛講過了 RGB0025 這個 我就不贅述了 主要是底色部分 這個 改可能 這個地方 還有 框線部分怎麼加 出體字怎麼加 大概這三個 藍色的話應該這個自己再加一下 這個應該比較簡單 然後呢 那底色的話怎麼加 特別是 剛剛是 Fone Color 如果說你今天要把它改成底色的話 特別是 他是 瓜胡先不打 先打Sales 點 點他叫 Interior Color 這個 Interior OK 底色的部分 Interior 這個就是它的底 底下那一塊 填滿 那顏色的話就點 一樣會有個Color Interior Color 等於什麼呢 黃色 黃色就 RGB 剛剛講過 255 豆點 255 豆點0 這樣就黃了 記得把那個 瓜胡記得要補上去 因為常常有同學忘了補瓜胡 如果你忘了補瓜胡的話 最後會怎麼樣呢 整個工作表 全部 變成黃的 OK 那再來的話 框線 框線部分怎麼加 比如說我希望 在外面畫一個紅色框框 那框框記得 一樣 Sales 點什麼呢 特別注意喔 框框叫 Bolder B O R D R 那而且喔 S喔 為什麼是Bolders 因為他框線不只一條 上下左右 好像什麼 對角線 還有中間十字 其實非常多條線 點什麼呢 一樣 這邊有個Color 如果要變紅色的話呢 就等於 RGB 刮胡 然後 255 豆點0 豆點0 就紅色 OK 好 一樣喔 再把瓜糊 補上 補到這裡 不是這個 H才對 I列的H 好 那 出體字怎麼加呢 其實跟剛剛那個字型比較有關係 所以其實 甚至你可以 一樣 Sales 點什麼呢 特別是喔 那個是字 所以一樣是FORM FORM 剛剛是點Color 現在的話呢 記得喔 Color上面這個 叫Bold 等於 特別是喔 如果 要的話呢 那就True 不要的話呢 那就是 True True 不要的話呢 那 就是FORCE 或者另外 有一個 寫的方法 如果要的話 你可以記1啦 1是True 如果你 0的話就不要 也可以啦 我們這邊 OK 1是要 所以有要 OK 我就打一個E 打True也可以啦 然後呢 一樣把這個 瓜糊部分呢 補在這個後面 好那我們就 把ABCD呢 分別 按照我們的需求 這個A是藍色 B是底色 把它變黃的 C的話是框線 Bolders D的話呢 是 要 加上粗體字 那再來我們來試試看喔 OK 那把它拉過來這邊看一下 一般習慣喔 就是把VBA拉到一邊 這樣 再逐個輸出 我常常跟各位講 你可以按F8 F8是 主行的 OK 那這邊的話 A的話呢 輸出 那再把它改顏色 顏色 所以這邊變藍的啦 OK 好 那再來的話 下一個是C 所以它會跳 C 輸出C 然後把框線加上去 有沒有發現 這個外面 他就幫你把框線 畫上去了 然後再來就D D的話呢 就是粗體字 粗體 再D 然後把字 改成粗的 有沒有發現 這邊 有啦 應該有比較 或者你點這邊一下 這邊也會出現有B啦 這個是沒有 這個是有 所以 假如說你要加的話 那就是等於1 那如果不要的話呢 那就等於0 OK 或者你打True True 這也等於1啦 不要的話就False False的話就是 False False 那如果你打小寫1開 它會變大寫 OK 你或者用打0啦 只是有時候 大家偷懶一下 打0跟1行比較簡單 OK 其他的話就再來就B B的話就是這個 把這個字輸出 然後再輸出底色 所以你會發現 這一行執行的話 底色就出來了 其他我全部執行好了 OK 那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你現在清除的話 他 這些東西格式都還在 怎麼辦呢 這時候就要把它 按照不同 怎麼加 就怎麼把它恢復吧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剛剛講的這個稍微比較 複雜一點點 所以我把它放在雲端白板的第九頁 這個是 上面都有註解 改藍的 底色改黃的 框線 跟粗體字 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 其實主要這四種 你將來應用就很夠用啦 當然如果你要更多的話 如果裡面我沒講到的 格式 其實你甚至可以錄製劇集 拿來 修改 套用 也可以啦 OK 試試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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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